十分榮幸可以迎接委員長到訪澳大 非常感謝中央政府給予一平方公里的土地 讓澳大建設性校園 使我們能夠在這麼好的環境中學習生活 澳門大學學生會一直以人、義、理、志、性為宗旨 培養同學愛國愛澳的精神 促進同學對國家及澳門的認識和關注 我相信不論是在學生或是學生會的層面 違規社會都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因為在這學習的十多年中 我們所學到的知識和經驗 都是會將來違規社會做好準備 記得中學時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單純、最美好的 中學時代的我們總是被社會保護的那一群 我們煩惱的不過是我們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我們的世界很小、很單一 轉眼間到了大學 這個階段的我們 一隻腳還在無憂無慮的校園中 另一隻腳卻已經跨入了社會 我們需要在這個社會中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 扛起一個又一個的責任 因此我們思考的再也不只限於生活中的小事 而是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不論是特區政府的施政或是國家的發展方向 都是值得我們關心的 身為學生 學習固然重要 但在大學這個威型社會中 向有更多有意義的事 值得我們去做 不論是參加學校的學生會工作 還是社會的社團工作 這都是歷練自己的重要機位和平台 因為社團工作不但能增長見聞 更好從中收穫寶貴的經驗和技巧 明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顧謙誠所說的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世事關心 剛剛過去的武士青年節 澳大學生會舉辦了青年風味 暨紀念武士運動系列活動 邀請了海峽兩岸 暨香港澳門78所知名高校學生會 古幹到澳大一同紀念這個重要的日子 當年的師兄、師姐 能抱著以天下為指認的精神 去捍衛國家利益 今天作為學生的我們 也能抱著同樣的精神 回報國家 祖國自改革開放以來 發展十分迅速 不論是科研、經濟或是軍事國防力量 都在國際社會這個大舞台上 扮演著舉足聽眾的角色 祖國的發展 也對澳門青年學生的升學 成長、成才帶來很好的機遇 前段時間 在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原班的支持下 澳大學生會成員 有幸到北京參訪交流 拜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澳門基本法委員會 教育部、港澳辦等多個國家機關 旁聽了外交部新聞發布會 與北京大學與青蛙大學的學生 進行了深入交流 北大、青蛙、學生身上的那種胸懷祖國 武士奉獻、傳承拼的精神 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望今後澳大學生會與內地知名高校學生會 建立起長期交流合作關係 每年都派出自己的學生會骨幹進行物訪交流 以此提升自己的素養 獲得寶貴的經驗 謝謝大家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跟委員長分享一下 澳門學聯在兩地青年交流方面的一些工作 以及我們的看法 澳門與國家緊密相連 從天宮二號和神舟十一號 站員飛行運務的圓滿成功 到新航物下水等 這些都塑造著本澳市民與青年的心 多年以來 澳門學聯都秉承著熱愛祖國 建設澳門 團結學界 參與社會的宗旨 為廣大的青少年 學生搭建了各種學習交流平臺 比如組織大學生九泉航天交流團 中學生西安航天科普夏令營 中國尋根之旅等等 帶領他們增進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 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等的了解 引導他們學會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 善於把握歷史和時代的發展方向 努力成為賤奧治奧的新一代 推動愛國愛傲的優良傳統新火相傳 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發現澳門的青年其實並不單單的 只是想分享國家高速發展的成果 而是十分的期盼有機會能夠參與到當中 與國家共成長同發展 所以澳門學聯也積極地響應特區政府 牽頭的千人計劃 去年我們就帶領學生們到浙江參觀企業 以及互聯網家的發展 讓青年學生有機會到內地進行深度的交流 大家去看過以後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 內地人民的生活 體會到國家發展之快 也帶動了澳門青年思考未來發展的熱情 這種深入的人文交流 也讓愛國愛傲的情操更加升華 讓青年學生實實在在地去感受 國與家的密切關係 隨著粵澳合作不斷的緊密 澳門學聯在2014年也首次與珠海學聯 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 從彼此建立起更長期穩定的溝通聯繫機制 進一步深化合作交流 這是一個十分大的突破 不僅讓兩地的青年更加緊密地走在一起 也讓彼此之間相互學習 相互交流兩地青年學生的工作 在這個合作的良好基礎上 我希望澳門學聯能夠繼續地加強與內地學聯的合作 分享學生工作的心得 並在各項的青年學生事務當中互相支持 讓澳門的青年學生能夠參與到國內的青年工作當中 甚至有機會代表國家參與國際性或地區性的交流 把澳門青年的發展與國家發展連在一起 讓更多的澳門青年參與到國家事務當中 讓青年人對國家有更強的歸屬感 認同感 共同在世界的舞台上發光 發熱 最後 我想用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名言 與大家一起共勉 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 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我的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